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十一言堂的YouTube頻道 十一的說話,我們錄影就是東亞杯最後一場比賽 我們香港輸了給中國0-1之後的錄影 這個節目就是講這一場球賽後平 因為這個是上班時間的關係,所以我覺得可能有些朋友未必看到這場球 我先講一下這場球的發展是怎樣的 先講一下這場球的正選陣容,簡單一句就是和上場對韓國的陣容是一模一樣的 龍門方面是陳家豪,中堅方面是謝家強,踏了盧烈斯 右閘是余子藍,左閘是梁冠聰 中場三個是胡俊銘,黃威和陳俊樂 右閘是羅子藍,左閘是孫銘,前鋒是光明佳 先講一下這場球的發展 我們香港跟之前的兩場是一樣的了 也是一個迫搶的 前場迫搶其實都非常臭效 開頭的時候,其實都不好過開頭,整場比賽中國隊都是非常被動的 在上半場,可能戴衛進還在的時候 戴衛進是戴衛進,我經常都不記得 戴衛進 戴衛進 零比零就完了上半場 到了下半場的時間 很早階段 已經換走了猶大和俊光泰兩個 俊光泰上半場就已經拿了個王牌 沒錯 還更加手勢的 我們下半場 其實香港隊是統治了整個比賽的 為什麼進不到位問題 我稍後會再講 去到差不多尾段的時間 不好賽了 球就大大大大大進入禁區 被對面前鋒射入網 最後大陸基本上整場球都是死守的 對著香港也好,對著日本也好 他們都是死守的 所以被他們守得成功 我們就零比一輸了這場球 三場球都是輸了 一共是失了十球 進不到一球 當然在一個數字上是比較失望的 但表現我相信大家都覺得是收貨的 而收貨的同時 究竟有什麼要再去改善 或者發展呢 也是今天我們一個討論來的 我們先講一下個別球員 或者每一個球員都先講一下表現 Jerman你覺得這場球對於你來說 你有什麼最大的看點 或者你覺得哪位球員值得講一下 你隨時講什麼 好啊 不好意思,我最近的聲音還是差一點 這陣子都是 因為大家看到了 哈哈 我們在家裡 我們錄在家裡 沒辦法 其實大家這場球有看的各位朋友也好 大家應該絕對收貨 因為說真的 我們這場球是 雖然說 數字上 數字上 真的是五五球來的 50% 50%到45%的控球率 就是我們少一些 所謂的少一些 但是其實你看看公門數字 真的開心到我們是雙倍的 對面整場球只有六腳球 我們真的十二腳球 你計算數字 純粹看數字 很開心 當然 有些我們把握不到的東西 仍然是存在的 但是 你看到 盧烈斯 上第一場 大家已經彈到 他已經飛起了 但是第二 第三場 當他入局之後 你看到他真的 和謝家強在後面 那個 那個狀態 已經上回來了 那 只不過說真的 真的只有三場球 那你三場球 就三場球 沒得說 去到怎樣 再熱熱 只可以彈 就是彈慢熱 那 那這場球的其中一個最大 最大 我們叫做一個 最激烈讚賞的地方 就是我們的左翼 大哥 大哥衝 真的大哥衝 上場才彈到他飛起 是啊 個個都彈到他飛起 不是 其實頭 大家都覺得 他速度不夠快 經常被人圓爆 那樣樣東西 但是你無可否認的一件事 他當他的集中性 在到的時候 他在一個後防 的防守力度 其實是一點都不會 差得去哪裡 只不過對面的對手 可能真的是 我們香港隊 有一個最大的問題 都是慢熱的 是啊 那你見到這場球 我覺得是胡胸龍 胡胸龍 胡胸龍 沒得說 因為他真的站好位 真的很絕 如果不是上半場 已經收了皮 所以你說他 還有他 你見到 其實在他的佛球 或者死球的部署 各球 其實每一球球 他都有一個部署 還有他斬的球 是到位 甚至你看到下半場 有一球 是半窩 你抽回去的 那球球是由 你記住 左閘的位置 一個斬到右閘 右閘這樣斬過來 香港隊 這麼多年 有幾可 會做到一個左右二閘 可以這樣飛那個球過去的 就是 問回各位球迷 有幾多次可以做到 嗯 這些斬球的位置 我想 現在香港隊 佛球上 只有兩三個人 可以做到這些場景 甚至說可以 是一個生球來講 做到這些場景 我想 大陸聰是 我覺得是 應該是 給他一隻手指公 他的金場人 給他一隻手指公 他的專注度 他拿了王牌 你看到 但是他仍然都是很 專注的 其實我覺得很奇怪 他犯了虧 踢下去 大陸那個人這樣報復 懂得過王牌 我自己真的覺得很奇怪 這些不是一個紅牌嗎 他擺到沒有報復踢下去 如果這樣也不需要紅牌 那麽逼鹹 98年那球去吃也不需要紅牌 呃 赤道問題 始終亞洲球證都是 大家有目共倒地 你看到 其實上場 日本對中國那一場 已經大家看到 球證的出發水平 都不太高 不過算了 唉這些 你也沒有得遠 那另外還有一個 其實你看到呢 鄭兆溫 鄭兆溫這場下場 下場 那 那 虎沒有機會 那可能是 林彼那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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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球近處 其實他再鎖死這隻腳 會好一點 不過這些可能 太多人了 前面一堆人 他唯有找個路線 可能 就是想避開前面 沒有辦法 這個 還有他真的硬了 硬了 真的說得太久了 始終他在這三場賽事 可能短短這十幾分鐘 才有那個表現機會 沒有辦法 這些 始終都是要經驗機會 你見到其實 你見到老孫 余子 甚至 中前場 安仔 他們三個人的機動力已經是完全不同第一場的感覺 就是 你看到他們的插位好 甚至他們的走動好 是因為真真正正因為在那個國際賽事上已經有一個熱身 他們經過日本和韓國的洗禮之後 他們已經是開始入到一個叫做 去回 我想他們可以打到一些異線 即異線的一些國際賽事的時候 他們那個反應已經在那裡 我整體上 我還有一個想贊的 就是大家都今場有一點點彈他 哇 佳佑仔 陳佳佑 龍門 那有些人說 哇 龍門那球都摺不到 或者擋不到 其實那個球 如果你看慢鏡呢 輸那個球 真的寫得漂亮 阿鄧龍寫得很漂亮 那球 那球 那球是有些位置有些工架的那時候放石 他有些少少撞棍 當然他撞在那裡是真的撞在那裡 但是他真的有些少撞棍 因為那個球呢 其實那個球是慢慢向外撞的 那個球是向外撞的 那老實說 阿嘉豪已經是站在那個位置 而那個位置本身也不算是失位的地方 情況之下 我又不會怪他 就是我看到有些 因為我有些社會 我看回就 阿嘉豪那個位置會不會有問題 我覺得 反而不是問題 只不過真的 那球寫得好 可以每一球塞球 就說阿龍門有問題 那麼踢球 守龍門當然會塞球 但是看回整件事 是的 就是 看回 老實說 吳慧謙沒得出 沒辦法 沒得比較 你看回阿嘉豪和保羅 就是我不知道 為什麼會 但是大家很爭著保羅 就是我上兩集都說 不好意思我都不太舒服 我都沒辦法出來說 就是 嘉豪仔和保羅兩個出來的 那個態度問題 始終都是 我不知道是本身保羅那個人 那個性格的character問題 他是比較爛爛爛爛的那些 就是他不是說差的 但是他真的爛爛爛爛 他沒有那種 爆那個瓶頸在那裡 那就會好像覺得 大家好像真的差一點 當然啦 你輸六比零那場 大家都有目共到他的那些 脫手 嚇死你了 還有他的失位真是很嚴重 他真的失半邊近處位的那些位 基本上是失很多 你看回嘉豪 他可能有些不足的 他根基都是差一點點 雖然有范Sir教 但是 可能現在那個 還是年輕 或者經驗還沒教 可能有些位都還是差一點 但是 但是 起碼他自己是真的 下了那個力 下去的 就是他有和牙秉燒 那類的龍門 你不給他機會 那他怎麼上位呢 就是很老實的 我到今天為止 我都覺得 嘉豪是應該擺先過寶羅的 就是如果在這些類型的賽事 那始終 雖然說 寶羅是入籍兵 但是老實說 嘉豪子 二十幾歲 那我是應該給多些機會 這些年輕人 去慢慢慢慢去 去訓練這些這樣的賽事 當然李文會有很多這些賽事給他 但是 在香港以外這些港隊的賽事 我覺得是 吸收更多一些叫做國際級的經驗 那這些是反為對這個球員 會是更加 得著 就是我覺得是這樣 對了 好 那我講 那我先想講一下 中國隊的球員 那其實中國隊的球員 其實我之前的旅程我真的沒有看 今場我看 基本上他們 就算這一隊是U23也好 他們的身形 他們的速度 他們的 甚至乎是說那些基本功 其實都會比我們香港的球員好的 那但是他們的問題 就是完全沒有戰術 而我們香港的球員 就是用戰術去令到我們的距離 拉近了很多 甚至我們可以控制到比賽 用一些迫搶 用我們的組織 你看到其實大陸他們沒有什麼組織 其實由大在那邊 說真的 浪費的 他們完全不是那家球 他們是簡單的接觸球 有就 扔個球上去 然後跑到就跑 跑不到就回到後 如果由大說真的 我們這邊 去打王威的位 我們是再強一點 不過算了 這些利器的人 我們不說 我們就是用我們的技戰術 去拉近這個距離 就是說你大隻 你跑快 我們未必不夠你踢的 而這個真的很適合我們方向 也是一些東南亞球隊 經常性可以做到的事情 為什麼大陸的足球會這樣呢 就是沒有一個技術 因為我記得之前看過的網友 有說過 很多球員上去中超中甲之後 都會說 在那邊的訓練很好 多了很多場子讓你任你訓練 然後踢球的強度 速度 會高了很多 你沒有那麼多時間 讓你考慮任何事情 但是從來都沒有人說過 那個戰術水平呢 會令到球員提升很多 而經過這七場 我們看到安達神帶領的香港 就發覺 原來戰術真的很重要 一個領隊為你帶來的 不是說他是什麼國籍的足球 不是說他大體的理念 究竟是什麼 他細節的執行 真的非常重要 什麼體能 什麼成的 基本事情 你要再去到一個 比較好的層次 技術是很重要的 好的 說回這場球 其實陳家豪在上一集的時候 我都會作出一個討論 這場球再證明了一件事 他的確 你問我 他不算一個很天才型的球員 但是他真的是穩打穩擇 譬如我欣賞他的地方 就是他會走出禁區的球員 當我們控球的時間 但是在前場 你看到有些球員 其實他出來幫很多 中堅可以很開心很舒服 就傳到後面 他走出一個位置 外於因為我們 你會發覺的 港隊後場全部用高球 前場全部用地球 所以 的而且我暴露了他高球 斬了不知去哪個缺點出來 但這件事 當然我們的龍門 其實除了叫做保羅這方面做得好些 其他人都是 這些三球四球都是做得差的 甚至葉蓬輝也好 也很難 好像真的在後面 我們把球交給中堅 暫時真的做不到 因為我們的速度不夠快 我們一被人打掉 我們不是拜人 我們不可以狂奔 六雅馬走回來的人 我們一脫掉 我們就糟糕了 所以暫時這個打法 都更好的 我覺得 一對中堅 見到盧烈斯 為什麼安達神 都要找他回來 踢的了 級數跟我們本地的中堅 真的很不同 這件事是沒得說的了 Sawn也是 你看到今天 直接頭牆可以扭出來 這對中堅 我覺得都可以的了 我不知道梁洛恆 合起來會是怎樣的 但是如果純粹是一個 高度上面 身體質素上面 其實這兩個中堅 我相信是暫時 香港隊的配搭上面最好的 也都開心 因為我們還有梁洛恆 我們還有艾利奧在後備 甚至乎 譬如羅拔圖 等等的球員 還有很多選擇 中堅這方面 甚至乎再年輕一點的一仔 葡萄牙哥的一仔 還有很多選擇 這件事 比我們以前看球的時候 真的只剩下大小號 那段時間 狀心很多 是很引起的 這件事 那閘方面 左閘 梁冠聰 其實從上兩場都看到的 他的缺點就是速度 所以對著日本 其實他這三場都是的 他是用他的經驗 用他的站位 用他的遮線 希望在我跟你 有一個一對一的情況之前 出現之前 我已經可以截到我的球 我不但求說我可以怎樣拿回你的球 至少我截到你的路線 我解位也好 你見到這場球也是 我剛才這麼說 因為大陸沒有什麼戰術 你看到 他對著韓國隊的時候 都算是比起對著日本隊的時候 都好一點 因為韓國隊比較少一些 真是白面玲龍交叉 走位 穿來穿去 穿回蝴蝶那些 當然還是差 因為人家始終快 到今場 很硬 然後就是 防守路線 基本上都抓了位 還有大陸那個 不進取的情況之下 他也有很多球的 可以助攻上來 所以 就會發揮到他的表現 但是 當真是對著一些 比較高速 甚至乎可能對著一些 東南亞國家的時候 其實那個缺點都依然在這裏 這場球是 你看到他的樣子很空的 就是你平時聽他講 他很舒服 很斯文 今天他樣子很空 但熱血的 投入的 我是很尊重他這件事 但是到時有其他選擇 到時看教練想怎樣去選擇 再出來的效果 大家就會知道 他適不適合 右邊今天就 魚子就是一如既往 你叫他溫耐溫 其實他也是被人包過的 即是上半場就見得比較多 因為空間比較多的時間 但是 當和羅子兩個 交回檔的時候 都可以的 都沒問題 因為 始終你要一個 這麼有效率的閘 我們香港沒有一個有效率的閘 又有很強的進攻力 又有很強的防守力 暫時真的沒有 所以 我稍後再會說我們前線的問題 所以魚子放在右閘上 是沒有得說的 始終是我們功力的問題 中場呢 今天就真的舒服了 你看看王威拿我的波多度 不過 都是 有點差一點 決定也是有點差一點 應該傳 應該射那裏的拿捏 就真的 比較 要再 可能再進步一點 但是你看到他今天 一個拿著 扭兩三個的 這些 這些 我們其實香港很少可見到的 俊銘也是 俊銘也是 拿著球 信心 防守 那些都是好到的 就是 這個中場組 我到現在 看第二場 我都覺得 暫時最好 其實這個陣容 我們真的差不多去到最好的 那樂仔也看到了 始終 甚至乎他是比大陸的球員 可能優勝 你看到他在前場 後場 做了很多不同的 串連 工作 那樣 左右翼那方面 今天就是 孫銘就打到孫興敏 那樣的了 你看看蔣光泰 一個入籍球員 哇 讓孫仔玩 讓孫銘玩 拿黃牌去提早換來場 怕他會被人趕出場 你又看到他 他真的成長得很快 我覺得這個球員 還有 他那個速度 我想 香港隊來講 都算是數一數二的了 特別他是可以 拿著球 推向前的球員 他也幫了後面很多 幫了大陸很多 這個球員 真是很划算 東方 縮皮 但是 那些好東西都在他那裡 俊銘如子 孫銘 和阿輝 都在他那裡 真是 真是 好好珍惜 麻煩你 有些什麼 真是 倒退 那 前鋒呢 其實 佳佳 都是我上集說的 踢發問題 那 當然 今場大陸球員 質素沒有 南韓和日本那麼高 他可以扭到球 但是 我也覺得很奇怪 其實有印度的時候 我也想說 不過他有阿波 我免得出聲 為什麼球員經常性 都有這麼多軟射的呢 為什麼可以永遠都距離禁區 那麼遠的呢 當然他有這個軟射能力 但也都反映了他在禁區頂 或者禁區裡面 做不到什麼工作 他要走出來 而 他在這個戰術上面 所以真的要犧牲他的 就是他要 做前面 撐球 拿球 頭錘 分球 一些可能比較少直接攻滿的 的情況 始終對著一些 叫做實力比較強的對手 就是說 對著阿富汗那些 那當然他可以在禁區裡面等球 因為我們已經可以拆散 他的後防 但是對著一些 我們拆不散他的後防 或者甚至乎速度 比我們高的球隊的時間 那麼他在中間的角色 就都挺需要的 但是下半場他好了 我覺得下半場好了 始終大陸 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不是踢球 但是可以這麼快 就死手了 還沒進球之前 他也是打算球棋完了 進了球 八十幾分鐘已經過球棋 他的球棋還要是禁區 只有一兩個人在那裡而已 接著就兩人全過球棋 那種 85分鐘 86分鐘已經是這麼消極了 非常之離譜 那還有後備 其實真的出打簡家亨的時候 就已經釣了出聲了 那上集說的 批評他的事情 已經看到了 甚至乎 屬於他球隊的貝可宏 在平術的時候 都說了 就是他的決定很差 是吧 很多人都說是 街球格 那就真的是很街球格的 你看到他 他拿著球 不管三七二十一 要不就推給別人 要不就不知斬了去哪裏 令到他一出來 其實真的又跌了 真的很慘 這樣踢法 然後 軍仔 對於我們來說 都是好的 始終我覺得他都很適合 適合這個踢法的 一個鄭小冠 一個陳小冠 兩個 都是很適合的 如果今天 當我們需要攻擊的時候 有飛翼仔 都差很遠 可以出多些進攻型的球員 因為始終我覺得 你說谷瑩志 去到這些位 他下來的表現 大不大呢 我就覺得 真的不是很大了 在印度的時間 對嗎 對手沒那麼強 有黃陽邦的時候 就好一點了 但是到 對著比較強的對手 你說要很多時間 讓他慢慢做 就比較難一點了 這場球 總括而言 就踢得很好的 但是 就是 去到 我們開始 就是我們第一場 對著日本 亂逼 輸獲金的 接著去到第二場 前場逼 後場 手 陣地戰站穩的 效果不錯 雖然都是失了三球 那這場球 我們能夠控制到比賽了 但是我們輸就是輸 我不會說什麼 踢得好 因為他踢得好不好 我也會支持的 但是前面那個配合上面 去到終結 那個攻勢 作為一個射門呢 我們還有很遠很遠很遠的距離 我們是需要再去練習 再去學習 再實習 實踐 究竟怎樣可以做得好一點 但是我覺得我們的方向依然是正確 安達神依然是一個非常好的教練 為我們帶來了一個很重大的改變 三場球 你有沒有什麼特別的總結呢 我總結就是 其實也不能說總結 只是 在強度上 其實對我們來說 日本 先對日本 再對韓國 再對中國 其實 對我們來說 反而是一個成長的 比較好的時間 如果我們第一場對中國 反而我覺得成長的速度沒有那麼快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 日本 雖然 待會那一場 不知道最後誰拿冠軍 但是老實說 日本的強度 是最強的 其實我這麼多場合都在看 其實日本的進攻強度是最強的 只不過對中國那一場 真的老實說 其實這場你也看到的 到了七十多分鐘 其實你看到八條粉腸 八個球員 抱歉 八個球員 擺了在禁區頂 十碼到十二碼的位置有八個 中國隊是這樣 打日本的場 一跳一跳 那代表什麼 其實他 他只不過將人 將人塞在籠門上 那你就那個 那個叫做射球的那個位置 就沒有那麼多 就容易集走那些球 所以說那句我放在牆上 老實說的 日本隊的攻勢 強度 已經有一個很大的 分數六球 接著 韓國 韓國其實都不弱 只不過 差點說 我們做到一些事情 已經在日本裡已經學了 不可以再亂來 不是隨便找兩個人 賣去就可以了 就是今場 到今場 你見到的 在後場 直接在左閘位 右閘位 別人一拿到那個球 不是一個人過去 兩個人過去 兩個人過去 是三個人夾著他 就是務求令到那個球 是你傳出來都要死 沒有什麼 你要明白那個方法 就是說 你要是 在這些這樣的強隊之下 你才可以學習到 怎樣在你的 即安達神做到一件事 就是在那個強隊裡學習到 怎樣去改變自己的戰略 怎樣去改變自己的戰略 從而去用球員來適應 這個就是安達神在七場 我想說 從亞洲保育到現在 這七場球 這麼大轉變就是說 開頭就是普通一些二線隊 我們叫二線隊的 怎樣去處理 到現在打一些叫做半一線 就是他們始終都是B隊 那怎樣去部署 就是這件事就是 為什麼這七場球 有這麼大的進步 就是 引伸到反過來 我們今場的對手 為什麼 學你所說 為什麼沒有戰術 不是沒有戰術的 其實鬼佬教練 他今場球賽後 都說 我不滿意的 他是有戰術的 但是為什麼他執行不了呢 這個是 不是只是一個純粹說 學你所說是戰術 是 球員和所有的 即球員 包括領隊 包括教練 他們的心 是怎樣去走一條路 怎樣去決心走一條路 而不是我純粹 敲完場賽事就算了 所以說 他們兩分 就是拿第三的 對不對 我們目標是要拿分 所以大家的目標是不同 為什麼他們會仍然這樣敲 就是這樣 是的 是的 都很同意你這樣說 其實講 上一集 Gary都有講過 三場球的對手非常之好 都是不同風格的 對著日本 我對著技術流的球隊 其實我覺得香港球隊 是最怕這種技術流的球員 那就去學技術型 就是技術型 就是 我覺得你說 真的 剛巧 我們抽中對日本 在亞洲杯的話 其實 不會這樣跟你踢的 跟你都是死手 問題是我們有目標出事 以及我們這個比賽 用來試是兩個 你覺得他不會打死手嗎 我覺得他會 你看到他後防 對著韓國的密度 你已經知道其實是可以打死手的 這是沒問題的 只不過 所以我們在這場球 就是日本可以學到很多東西 第二場就是對著韓國隊的時間 可以對著一些 叫做力量速導型的球隊 也可以學習到怎樣去到防守 是 沒錯 就是這些是非常之 非常之好的一個地方 始終 其實韓國隊 你說 他是不是B隊才能踢成這樣 我看過他A隊賽事 甚至乎 他有孫興敏在這裡 其實他也是踢得這麼悶的 可能他會有時候都贏了兩三個 但其實他也是偏悶的 那些球 我也不知道韓籍其實都是 類似他們那種踢派 所以不是說他們特別是 他們那種踢派 只不過他高過你 他就會入球的意思 會說不現代 都是這樣踢的 那 去學習一下 即是當你不夠人快 但是他又沒有那麼記憶的時候 用硬的 你的強度行不行呢 可以試馬強度了 OK 今次這一場對著中國 我們試一些對著我們死守的球隊 對著我們拍大巴 打防霸的球隊 我們那個進攻的能力去到哪裡 我們試原來我們進攻能力是不夠的 那我們就要對準下藥 我們這班球員可不可以再做得好些 又或者我們有沒有其他球員可以入選 可以幫到呢 例如簡家康的球員是否可以不用呢 那麼給了一個記憶 教練可以再去看清楚 再去執清楚這隊球 所以這三場呢 我覺得是獲益不淺 而除了視野之在 我看到一隊更加強 當然可能換了一些人 比起印度的時候 更加強的一隊 香港隊已經出現了 那麼 當然我們再看看我們的聯賽 什麼時候開始了 因為始終 那麼短時間踢了那麼多球 當然狀態會失敗 體能都好 你見到用來用去那班球員 人家那些大陸都是在抽筋 我們那些沒有抽筋 三場球 都沒有見到一個很特別 說那個體能狀態突然之間跌得很快 去到尾段 不夠力的情況出現都比較少 所以 視野又試到 表現又OK 那成績其實真的不重要 最重要是 去到亞洲球的時候 我們是會 表現是怎樣的 所以大家 繼續支持 始終 就是 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見到的 對不對 我當然 理解那些人說 踢八球清粉開始做起 但是 你一時三刻改不了 那如果你有能力 可以改到代表隊的 你就改了先 沒什麼壞 拍長波 大哥 你改成這樣已經是 就是 我覺得是因為 這班波做到的事情 其實 不要 好 就像你剛才說的 不是叫衰敗猶云 但是至少 拿到一個進步 拿到一個 起碼大家知道 究竟自己想做什麼先 不要說 喂 我純粹都是搜完 搜完九十分鐘 可能拿一兩分的 但是 是不是真的 對未來 我覺得 你想贏 而那個踢法 其實是一個 方法 我用什麼方法去拿分 我們去到亞洲盃的時間 我們想贏 可能我們就是打防範 我之前有說過 我們懂得進攻打防範 我們去到別人禁區的時候 我懂得做 我日日會懂得在這裏守 去到禁區的時候 你看看中國隊就是這樣的 他入球 叫鼓洛 但是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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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他們優勝 現在可以先試一下 他們 當他有機會入球的時候 你見到他們成績 為什麼會這麼差 入不了球 當然你變回A隊的時候 你一個舞女 我們可能都錄不到 但是就是只有一個舞女 你看看他整個 外圍賽 外圍賽表現都是 就是只有一個舞女 就是只有一個手指 你很蠢就是0比0 你拿三分就難 這件事 就是 就是 這三場坡的總結 大概差不多 收貨 希望就會更加好 我們 今天這個節目 就是尾聲 到這個階段 我不知道 因為剛剛 星期日 我們應該 星期二 星期日應該 我就未必錄的了 因為沒有特別的話題 再之後 八月的時候再錄 到時候 可能 抗貫前討論 或者到時候 抗貫前討論 抗貫前討論 或者到時候 大家不知道 我們到時候 再想一下 schedule 怎麼轉 多謝大家收睇 我亦都很需要大家 去到幫我 share 這個節目 因為你看到我們 收視都很少的 如果你支持我們 都不會被人笑的 是吧 謝謝你們 那我們 去到這裏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 拜拜